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Notion 的浏览器外挂程式 我们可以利用 Save to Notion 来把您看到网络上 有参考价值的文章或影片 我们快速的 收集到您的 Notion 资料库里面 变成您个人专属的网络知识库 目前我主要是透过 RSS 订阅的方式 来针对我有兴趣 或者我觉得有帮助的一些网站 把它订阅起来 那只要未来这个网站 有新增新的内容 我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 在以前我的一些分享的演习主题面 也曾经分享过 像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么您进到我的 RSS 的画面之后 您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有来自许多不同网站的内容 都可以在同一个 RSS 的画面里面呈现出来 我不需要特别的再去这些网站 单独的去使用它 那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透过 RSS 的方式呢 它里面有信号 也有这个标签的部分 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把 这些资料 作为一个整理 那未来呢 我有需要 使用它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透过这些分类 或者搜寻 来找到我想要的一个资料 不过 RSS 订阅的部分呢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 我觉得不够完善的地方 例如呢 这个订阅的内容其实蛮多的 但是我可能有 需要的部分 只有其中一些 那么其他这些没有用到的资料 在我未来搜寻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会出现 另外呢 现在提供 RSS 订阅网站 真的越来越少了 那么所以有些网站没有提供的时候 我就比较难去追踪到 这个网站的一些更新的资料 另外呢 其实有些我们的 RS 订阅网站里面 它并不见得到提供全文的内容 有一部分是只有提供赞料 而且呢 这些内容我都没有办法去修改 因此呢 我找到之后 其实我还是需要 自己再去稍微整理一下 才可以变成适合我需要的内容 目前我使用 Notion 大概有 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就把它用来做 我们引渡计划 Vlog文章的一些整理 或者是像课程规划等这些功能 当然我也想要把 我目前用在 RS上面的 这个 资料库的部分呢 把它改用 Notion 来做 所以我这次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ave to Notion 这个浏览器外挂 它使用起来 其实真的还蛮方便的 我们只需要在电脑上安装起来 你就可以轻松的把 你在电脑上 所看到的任何的 文章 影片 在阅读的同时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 加到我们 Notion 里面 当然 Notion 本身 其实也有推出 Web Clipper 这样的浏览器 浏览工具 不过它的功能真的比较少 那我们 待会跟大家介绍的 Save to Notion 就有 比较 多的功能 而且 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利用 Notion 的 资料库的功能 它可以有不同的View 让我们去做 这个 不同的 需求检视 还可以透过像这样的Tag 我可以做分门比例 未来呢 我就比较好整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This View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下面这边 我也可以把它 依照全文检组的方式回来找 符合我所需要的资料 这些收集到的网页文章或影片内容 我们都可以自行再去做任何的编辑 也可以把它加上多的标签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更容易的去使用这些内容 在我们正式开始使用之前 你可以先 把Safe to Notion 的外挂程式安装起来 还有Chrome的 或者是Firebus的 这个 扩充工具 当然官方的也是可以使用 只是刚有强调 功能真的比较少 那如果你是在行动装置上的话呢 目前主要是你安装了 Notion 官方的App 就可以 目前在Notion 里面要达到我们 收集网页资料的功能呢 有两种方法 一个呢 是只要建立一个页面就好 另外则是加入页面之后 我们再把资料库插入进来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使用第一种方式 它比较像是我的最爱的方式 也就是呢 只会把 网页的标题 跟超连结加进来 那这样子其实 资料的内容真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用 一个页面 之后呢 你用一个弦线 插入 Fable 用资料库的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 像你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一个新的资料库 这样子 您就可以在里面的增加许多你想要设定的栏位 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多利用这些栏位的来帮我们做筛选 安装完浏览器的扩充工具之后 可以在您的上方看到一个像 这样子的图示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像 这样把它钉选在浏览器的上面 按一个这个图钉 这样以后我们再用的时候会比较好用 那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会看到这样 完全空白的画面 所以我们需要去新增的表单 告诉我们Notion 你要存在到哪里 按下之后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 所以我先 按一下右上角的齿轮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边我们可以去选择 你要把它加到哪一个Notion的 页面知识库里面 第二个是你截取的方式 如果你只需要网址的话 你可以选择呼马 那我比较建议大家 如果你想要做全文检索 你可以直接把内容 一定截取起来 那另外呢 它在下方会有对应的 标签的内容 左手边就是你在 资料库里面 所提供的栏位 目前 主要的会有 四个 标刮的你的网页的标题 网址 它若有 开口图示 或者是它有 图片的话 都会直接加进来 那我比较建议大家 你可以透过这里 再帮它加上 你的Tag 那这个Tag的标签类型呢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 自己归纳一些 整理 如你自己 比较常用的 标签分类 那么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在 资料库里面去做 过滤跟筛选的条件 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 处分起来 那这样就 OK了 所以你只要到 想要搜集的网页 按下这个图示 它就会像这样子 显示给你看 那你可以点到这边 我就可以马上 来挑选 这一篇是跟什么有关系的 在我的标签就进来的 如果你要看更多的 还可以把这里 打开来 那完成之后就按下 Clippage 你就可以在 Notion这样库那边 把这些内容 抓进来 如果你是使用行动装置的话 你只需要安装 Notion的App 就可以了 那 只要呢 您看到你喜欢的文章 或影片 都可以找到这个分享的图示 按下它之后 你就可以在 分享里面呢 找到Notion 一样的 我们可以选择 你要加到哪个知识库 跟你使用哪一个工作空间 不过官方的 功能真的比较少 它只能 看到 这两个部分 但是在行动装置上 我们就没有办法 安装 Safe to Notion 只能用 目前官方所提供的 所以如果你这样 收集好了之后 我们就是自己 再回到 我们的Notion里面 你再来自己 像刚刚一样 来做分门 别类的真理 这样就可以 透过这个外挂程式的介绍呢 我们看到了 Notion它强大 资料库 好用的一个 地方 也希望大家呢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未来 不论你是在 电脑上 或是行动装置上 有看到 喜欢的文章 影片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整理好 做好分类 这样子 以后你就有机会把这些内容 转化成你自己的 专属知识库 不用担心这些资料 还会找得到